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这个最近的格斗是个八九杯好像也流行了起来 然后呢修剑破招 秦月音 百世鬼梢 葵花 鬼梢 直接带走 这就是巴山的强大 是吧 在格斗王里的话呢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这次呢跟着帮武将来挑战一波 之后的话呢张灵剑呢还是减不了啊 等级不够 OK 我们来看下个boss 这个夏侯渊 我们的新手噩梦渊哥 然后呢还是同样的连招 葵花跟这个生龙护蝶 打一个后跳 大虾 破招 这里往左打秦月音 然后往左升龙 那这是不准备再破招了 拆一个棋 然后呢勾引一波 他打的真是天王难度 所以说你看这个夏侯渊的空击吗 这里再来三下一个葵花 往前ab 然后打一个七月音阶生龙 继续 这连ab的招都有啊 真的不得不说这游戏做的还是挺细的 然后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表演的大神啊 表演的大神呢依然是咱们的这个生死远谋 是吧 这个本游戏啊 本游戏的话呢似乎暂时啊 这个比他强的这个武将大神的好像是不太多啊 不是那么太多 OK 咱们继续剪一剪小道具 留着破招用 然后的话呢来下一个受害者 第一轮的话呢对于他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的啊 这里来了一个仗聊 仗聊是属于那种 皮操肉厚非常抗揍 这里是打一个左右的一个连断 OK 失误了 仗聊起身出一招 这招会打一个招式累积 停 嗯 这招是累积呢 这是不累积吗 还说这个系统有什么变动 呃 这一招好强啊 这里的话呢居然是下线卡外轴 啥回键打不到八神 八神可以打个章聊 有点东西 八九倍定路破招 往左 一定要左右连 看看这 这里是 哎 怎么没拖半屏这个章聊 就起身用这个跳一下升级上 这里怪物行动模式好诡异啊 这里直接揍啊 他这个歪轴的范围好大啊 他这个普通攻击 感觉这个好像比这个其他的武将 啊 差不多吧 我以为刚才还能打着 他这个AB是什么招啊 这AB感觉有点像那个 呃 神殿覆盘录里的那个神型啊 感觉有点像那种 这里一个往左的七月夜 一个葵花直接带走 发个拨 编个事 然后呢 这个免死金牌特会捡吗 啊 捡起来了 反正是禁令牌的 免死金牌无所谓 然后吕蒙 这游戏的话呢 没有加血啊 这大家可能很好奇啊 一会升级就满血了啊 这是这游戏的特色 不给加血 想加血的话呢 你就升级 这里修建破招之后 准备他堆高连段 啊 堆高连段把这个等级先升一升 血量有点危险了 因为毕竟是天王难度啊 两下就被boss打成了这个血量 好防御 跟boss打了一波格斗啊 啊 这真是打了一波格斗啊 左边右板边可以继续连 没什么问题 你看六级升七级直接满血 丢了个道具没破伤着吗 看看 给他赶紧 可以辨识 啊 可以辨识 往右 嗯 辨识呢 好吧 放boss一命 捡错道具了 捡了一个令牌 但是他应该不会用啊 这里呢 虚属登场 这个虚属的话呢 是霸体状态啊 这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不让平地的普通攻击 但是你可以用招式起 你看是吧 每次呢 都是一个 啊 琴悦一 啊 琴悦一起招 然后这个虚属的话 感觉比那个虚属走的还慢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个错觉 这里呢 直接是斜着这个AB上去 起招 哎 就正着打呗 正着打多好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招亏花的话呢 是下后悬 然后的话呢 他一失误就出反A了 应该是这么回事 有八只女 终于见到了八神的另外一个必杀啊 也是那个 格斗里边呢 大家最常用的必杀啊 一手八只女之间呢 带雪叔走 雪叔可以捡一捡 这是个好东西 八只女友了 然后八九杯友了 不是大饭饭别的必杀 这里呢 登场的是一个绿珠格 啊 有两关的话呢 是这个 呃 我方的这个五虎将也会登场 这里继续八只女 我看这伤害 八只女的伤害还是很足的 正经很足 这招亏花看来不上 哎 爆气 八九杯 再八九杯 打起来 七云阴椎 可能要把这个诸葛亮秒掉 这里是葵花失误 我看懂了 啊 我看懂为啥了 不是说每次他像反A了 葵花失误了 打个追地 啊 追地是八神的战金角啊 你别说 挺形象 三葵花没介绍 这诸葛亮好像没什么机身攻击能力啊 诸葛亮的话呢 起身就喷火 每次这个喷火呢 都是 远距离作战啊 中远距离作战 哎 军师不倒 这诸葛亮真乃神人影啊 军师家没倒地 啊 一个这个小杀一挥 跑路了 孟活登场 哎呦 孟活还会发波呢 可以的 这里一个AB闪向往右脸 因为左边没屏幕了 想法是好的 但是呢 这个招式失误了 防御 防法 防法是CD法啊 他这里的招式做的跟葛德王真的很净 能看出这个作者应该对葛德王也是比较了解的 然后呢 又是葵花的失误啊 他这里 我看下后的技能 好像是挺容易失误的 这里防法压个起身 四下A 生龙 葵花 生龙 好疼啊 这个生龙 等他起身出招 直接揍他 再见了兄弟 实际的话这个A有没有什么变化 刚才没他看清啊 没他发现这个实际有没有什么变化 这八神神力啊 似乎没有那个全皇97的招牌技能是吧 消风 似乎没有那一招 魏延登场 葵葵 似乎一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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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伤害好高啊 他这里是打了一套高伤害应该是 应该是 哎哟 追上百科哲吗 刚才那一瞬间我一度以为在打格斗 真的一度以为在打格斗 他刚才往魏延的身后跳 我以为他有百科哲呢 大虾追地 慢了 然后直接A 秦月银起招 葵花实物 秦月银 这下是故意反映的 金珠起 生 哎哟 什么生物 有点可惜 整齐学A 生龙 前一臂 往右四下A 没接上 哎 防御一下 可以的 他防我也防 真的是格斗王啊 这是拳皇97的这个第一人物啊 用点格斗王的招子不足为奇 现在的话呢 不知不觉啊 已经六个图标 六个飞碟了 这两个道具对双boss很好用 他们第一关的曹操登场 这里呢 曹操还在蒙圈状态划圈 不划圈了 曹操的攻击范围非常大 我这七元一 这攻击范围有点变态了吧 打一套四一 哎 想一个A的一个后闪身 然后曹操扔了个天剑 躲两个天剑之后直接起 这个天剑对于大神来讲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定 直接抓住 然后修剑破招 鬼烧烧起来 哎 好吧 这是葵花没出啊 他应该不是想 哎 要死了 交不交雪术 防反 A起招 可能会交道具了 飞盘 飞盘 没中 飞盘 三个飞盘起一次招就要亏了 情愿一 接点稳当的这让别接葵花了 哎 对 葵花是很失误的 我现在算是看着了 结了个葵花 八就被定住 升级了 至关重要的一集啊 这一集真的是太重要了 这一集的话呢 是直接是把血量堆满啊 这集太关键了 OK 我们来看这个大神第二轮的表演啊 来看第二轮的表演 第二轮才是重头戏 第一关的话呢 是孙金啊 跟这个陆炫 这里呢 孙金直接跑了 很机智 你的选择很明智 扔下了他队友陆炫 这里呢八九杯定住 孙金来了 一个机会找得很好 这八九杯能定一宿啊 哎 这八九杯 好吧 我以为八九杯能定一宿呢 看来我想多了 八九杯定了 我感觉得有个十秒钟 因为八神的一套半连招都打完了 这八九杯有点厉害 哎 快跑快跑 陆炫来了 陆炫这个人物的话呢 抓起一个能力非常的强大 我从来都不骂他 陆迅的话呢 是厉害 值得我们钦佩 这里继续A 继续A 哎 跑位 斜跑 还是准备先打孙金 因为的话呢 这个孙金跟的还是比陆迅几 绝对比陆迅几 然后跑落 陆迅的话已经就位 抵达战场 这里继续 又一个机会 陆迅下跳了 赶紧打一个 你看赶紧打个最大伤害 然后还是最快的一个连段 4XA小葵 4XA 这是一个连段最不好时间的一套了 然后呢 陆迅开始继续打花花 开心就好 一个波 他这个波 如果能自己 自己给自己破招 这人真就无敌了 再葵 再葵 生龙 可以 过关 啥也没有 这太可怜了 这过关真啥也没有 下一关的话呢 应该是一个双下猴 哎 还有挑逗 他这里呢 休息时间呢 就是这个八战的挑逗 跑BCD了 OK 又是这个熟悉的 这个连续的八九杯 这八九杯从头打的 也非常好 我们来看 看不看着 这里判定是中了N4必杀的伤害 然后过去八九杯追递 再追递 别打了别打了 这不气没了吗 那么好吧 第一杀狗就死 跪掉 然后呢 这个 他的渊哥 要陪他一起 再见了 这关还是比较轻松的 这关的话呢 由于有这个无限气 这个BCD 包了一个精气 所以说的话呢 直接 无非催魂之力就搞定了 我们来看下关 下一关呢 是两个 两个本游戏里边 比较傻的英雄了 先走到右下角 这个位置 看能不能卡住一个 有一个人已经进坑 有一个人已经进坑 然后这里呢 是快乐的连这个梦获 压起身进行了 这里想呢 丢了个道具 直接打高伤害 魁魁 生龙 生龙 赛生龙 你看这里就是打高伤害了 是吧 然后呢 防法压起身 直接接七月音 生龙带起来 生龙带起来 梦游又来了 赶紧生死他 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 你的兄弟去 所以说他的步伐也去了 没什么好留恋的 三黑花 好疼啊 这里感觉 八神镇伤害 张飞也就不过如此了吧 两套十二连带走 张飞的两套十二连 也可以带走朋友 感觉这个伤害的话呢 可以跟这个白杖媲美了 一般大武将的话呢 我们 首先你想哪个英雄的伤害够高 那么肯定会相信张飞 这里的话呢 是夫妻俩组合 五个莲花 就是为了打吕布用的 先给吕布放倒 然后呢 再 对不对 一个小莲花 这呢 在前面常用的套路 来看 哎呦 这个兵 活了 四台葵 莲花 跑路 你看这个莲花 对吕布的伤害 真的是 丧心病狂 这里呢 继续躲 这里是貂蝉 也不太紧了 这貂蝉 跟吕布一起出来的貂蝉 有点不紧 你看他 离那么远 A 莲花 然后打一个A 没死 继续跑 躲一个垫 再攻击 八九白 没死 八九白 再见 漂亮 利用了一个气呢 爆了ABC 输出两个八九白 直接带走 那么现在的话呢 呂布已倒 这个吕布已倒 这个吕布紧不紧 用这个八神来判断了 这里呢 是打一段攻击之后 吕布紧一个 熟悉的常用的套路 打吕布紧的话呢 打这个左边屏幕 他起身的会往右跳 往左冲 又来了 然后直接A的就行了 这是大神常用的一个 本场地 打吕布紧的一个小套路 OK 吕布紧妹子也去了 醉醉他老公的步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下一关 下一关的话呢 是 这里又开始挑逗了 下一关的话呢 是一个沙木克 再一个黄盖 这里的话呢 在沙木克还没明明 怎么回事的时候呢 给黄盖一顿狂揍 沙木克忽然有点抖了 再打我的队友 赶紧过来 然后呢 这个八九盖上定住一个 直接攻击 哎呦 这圣龙 好判定啊 这圣龙判定真的是变态 天下武功真的是 唯有圣龙啊 这里是1AB闪 躲了一下 然后继续攻击 七月银抓下来 感觉不拿这个沙木克 当回事啊 我不知道给你看看 顶着沙木克 狂揍狂带 没给我沙木克 一点面子 这是什么招 从火里进来呢 怎么办 躲一个沙木克的笑 这里沙木克 出发好快啊 八九盖 这沙木克怎么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加个气 信我的 加个气 这沙木克一个八九盒 快给他打死了 感觉 这关要是爆BCD 感觉都能顺秒 然后呢 打点分 他应该呢 这个升级分数呢 在他心中啊 他应该会空一个 升级分啊 但需要的那一刻 这个用道具连段的 再堆到14级 这一关的话呢 说实话比较好打 因为这一关 虚楚的行动能力成问题 嗯 好吧 这里呢 被坐上了 调一个渡标 还是建议吗 张辽出了一个小套招啊 这里呢 来了个八九盒 给他打飞 再来个八九盒 伤害很不错 之后呢 卡一个墙角 因为这虚楚的话呢 预计墙他就有点少 哎 升级了 漂亮 再次能把血量归满 之后呢 选择一个道具 可以用土雷把虚楚炸飞 水泽渡标追往右起呢 能行吗 大哥 交了个AB 这个AB的话呢 也是一顶啊 但是呢 它是扣血计 无敌 然后的话呢 防反那个AB的话呢 不扣血 这里太阳发波吗 他这个来回点拳 是 我感觉特别看 阿杜根啊 你看 阿杜根把虚楚放倒 哎 然后去打张辽 这个思路一点问题都没有 独标 这不能打了吧 哥们 这肯定是不能打的 哎 虚楚这下不错 给他放倒 赶紧去找张辽 他又能修电 揍他呀 可惜了 没抓到机会 他这是亲 消耗变尸之后呢 就是两个修电了 一个张辽的一个套招 然后呢 两个修电之后呢 钉板升级 但是呢 在这个场景呢 不让张辽钉板升级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 不能等他钉板了 哎 这下好轻啊 修计这下 居然跳这么点血 调了个飞碟 忍不了了 一个飞碟 这个位置怎么挡 张辽是第一 可以 这游戏的话呢 谁的血量 谁的血条在下边 谁是第一优先 所以说呢 俩人一起冲 飞板也是可以挡的 没打死 补个伤害 OK 那么剩十楚自己的话呢 就有点 对不对 就有点这个 不吃八神的对手了 交了个独击桶 打了一个轻约一 跑过去生龙 调了个秀剑 那很明显是想 继续接连招了 生龙 等他弹起来 一个秀剑 三发 生龙 葵花失误 然后调了个金珠 直接轻约引起 打生龙 这一招会是个招式累积 还是招式累积 不选择打了 因为的话呢 这个 不确定累积几下了 又被输出打了一下 可惜了 葵葵 葵葵 生龙 再来一下 站好死 但是呢 这个血量有点低了 这里赶紧道具破招 为了打分 把15级升了 因为现在这个血量 真的是不好 土雷破招 哎呦 可惜了 他这里应该在 好像过关加了点血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的错觉 应该在生龙的第二下 或者第三下 看一眼道具 他在生龙最后一下 看道具的话呢 时间会在紧操 这里的话呢 赵云跟这个关羽 二哥跟四哥 招式 继续登场 这里的话呢 是一队这个必杀 为什么就第一阻招式打 骑士吧 骑士有招式 最后一个必杀 没打死 道具 这里是这七月一快跑 然后呢 用这个顺法的这个 这个封术 这里是改成顺法的封术了 哎机会 追个地他死了 这里是现在一个抉择 要不要气 飞盘呢 就是要气 再飞盘 打一套 先来一个气 然后再扔个道具 可以扔个渡镖 哎 飞盘的话呢 打双boss还是很好用的 所以说呢 首先扔了个渡镖 这样的话呢 受了两个气 受了两个气 可是这个血量 他堪忧了 不知道会不会交血术啊 这个血量的话呢 似乎看他以往boss 打他这时候呢 好像能停一下 这里边呢 是这个哥俩 这个曹培曹张 哥俩登场 哎 升级了 厉害了厉害了 这个15级呢 跟那个当 当初那11级也是一样 是关的重要 这里直接A 因为的话呢 这个曹张抢招能力很一般 抢招 曹张哪个能力讨厌呢 这个 跑来跑去 凡人这个能力非常好 东北话讲是啥呢 个人 个人的能力很强 他会呢 在老远处 突然跳过来给你一下 可能呢 你正揍这个曹培啊 正快乐的 他一个斜跳 给你一个大价 给你一下轮不得劲了 这个比较讨厌 然后的话呢 曹培哪讨厌的 这个碰瓷 对这个霸权来讲 这碰瓷可能没啥用啊 但是呢 对于别的英雄来讲 很讨厌 比如说啊 你好不容易用了一个道具 或者用了什么招 把这个曹张放倒了 然后去打曹培 他碰瓷了 跳一下 不让联了 啊 这那个时候非常的难受啊 贼不得劲 然后这里继续 这他就是选择 就是啊 谁来打谁的一个套路了 你看 谁来打谁 打倒这个 再搜那个 打倒这个 再搜那个 也不跳 也不剪 先三块花 放倒一个 啊 那这样的话呢 应该是一个满血精 最后一关了 最后一套连招 带你走 三块花 走你 哥俩一个死法 也不要争了 啊 过关没加血 看来是我瞎了的 那么OK 最后一关的是一个曹操配吕布吗 我们来看一下 哎 果然 一个曹操 一个真吕布 直接一个AB闪到吕布的身后 先揍他一顿 啊 趁着曹操还没醒 我回来怎么回事 调了一个飞盘追地 连花连花再连花 打吕布连花 没有什么说的 再报个BCD BCD带他走 漂亮 我先追 再一个八九杯 没追上 不要紧 这个吕布 过来了 这里是报的ABC啊 哎 好 卖个雪 BCD 哎 漂亮 这是资源合理的利用 这样的话呢 这个没死命的情况之下呢 吕布就死了 咱们呢 前边被他俩打死 再说彻底死闹了 是吧 彻底死闹了 再把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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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死你 然后一套连招 哎呦 哥们 你有点走得太少了 修建起 哎哎哎 葵花 葵花去了 上楼葵花 再上楼 一命 通关 非常的屌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三国战机乱世英雄 一个八神安的武将对战 禁令牌的一命通关 也就给大家带到这了 感谢咱们的深邃眼眸大神 谢谢大神的一个精彩演出 我是本期的解说友好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